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大家好 我是张许展 嗨 我来自台北 现在工作也在台北 我很开心这次有机会 获选为德意志银行的年度艺术家 一般来说我们看到纸 在华人世界里面 它是很多象征的使用 其实在纸杂的文化里面 它有许多像电光纸或报纸 尤其报纸就是我们在处理 传统神像的时候 会做一个动作叫帕胚 然后我把这个报纸的概念 沿用到我的动画里面这样 那个动物所使用的材料 那个报纸的材料 特写到 你可以看得到它本来的文字语言 模拟两可的一个效果 所以它同时我在讲一件事 同时也在讲材质背后的事 这动物故事系列的作品 主要是因为我有一件前面的作品 是有关 应用到一首德国的诗歌这样 然后那首诗歌的曲子 其实在国外很常用在爱情电影里面 就是浪漫的情节 然后到台湾之后 它变成了商障活动使用的音乐这样 所以我那时候开始觉得很有趣 它是从我本来在做一个 只能展系列的动画系列录像 再延伸出去去处理想说 关于这种文化在流动的过程中 会遗失或转意 或者是说或失真所创造新来的新的意义 所以那些神话民间故事 对我来说它其实比较像是一个样式 那它有趣的是在于 这些样式看起来很传统 可是它可以套用在现在的各种生活经验里面 它还会有一个很有趣的通辙这样 所以我其实是转用了这些有趣的通辙 跟流动的过程 去提出新的一个想法 什么是我们认为的新的民间故事这样子 我自己觉得现在的当代艺术它很多时候 背后有很多复杂的哲学问题这样 但是我自己觉得它最迷人的是 把这些复杂问题化作成一个最简单的晶体 然后透过折射让观众看到不一样的感受这样 这是我觉得艺术最有价值的地方这样